因为网页本身常常会改版 所以如果它一改版怎么办呢 有时候程式还是要改写 像本来我上面的程式好像是DIV 后面好像是什么BOX1之类的吧 因为它之前本来是BOX1 后来它有改了网页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去 因为毕竟那个网页不是我们自己写的 所以它如果变动的话 那因为我们是被动的 我们去抓人家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你还是要去改一下你的程式 其他的部分都差不多 那把它执行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看一下基本上这样得到 但是问题来了 刚刚还有一个问题 上面这个地方好像多一个超连结 但问题上面没有test 为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原因的话我是建议 如果你找不到原因 你还是一样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把它的原始码先print出来 然后去check 看一下它到底有哪边有出错 那这个地方当然你print之后的话 我习惯还是先把它放到那个Nord配加加里面去看 为什么 因为放在Nord配加加上面看会比较清楚 这个A有没有 它的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而且每个都会出现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那你会发现 其他的都会有什么东西呢 其他的好像都会有黑色的这个字 就是test 可是第一则新闻 它因为可能是video 所以它没有那个title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黑色字 有test 但是第一则就没有 所以第一则就变成说上面的test不见了 那怎么办呢 那不过其实可以改 改什么了 有什么每个都有的 好像这个title看一下 title等于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选起来 好像每个都有 有没有 所以如果我不用test 其实我可以改什么 改用 我用get什么 gettitle就好了 有没有 其实我们要的也是title title里面就会有里面有的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怎么改 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我本来是get取得什么 取得里面的东西 这个把它注意拿到 点test 那我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get 这个就不是点test了 我可以把它get 后面加一个什么 把这个名称改成什么 改成title不就好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不是绝对的哦 主要你要学习 到底每一个方法的作用 怎么去使用它 然后灵活的去操作 你才有办法 见招拆招吗 因为其实我 那个爬虫这部分哦 真的是弹性非常大 而且哦 它经常变动的哦 而且就 如果它网页又改版 那你就要 要去把它稍微做个修改一下 否则的话你就抓不到 你要的东西 而且有些网站哦 它就是好像刻意不让人家特别去抓它的东西 所以会经常去变动它的规则 OK哦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应该理论上就全部都抓到 哎对这个影片 你知道哎 他说什么 学校警调查曝光 曾经到 十一个警报区 好像最近有收到讯息说 如果去墾丁什么什么 阿里山等等的 好像就叫你不要去上课 也不要去上班了 你就自主管理 为什么 因为去那地方 等于去的疫区一样 OK 但是你会发现哦 哎 这个是抬头OK了 然后这个是超连接OK了 但问题来了 好像重复了 这个有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所以哦 理论上如果有重复一个的话 那我们前面讲过了 你去数回圈的话呢 就不能用for each 你可能要避开第一个 index 为零 所以如果你假设 这个是全部for each 全部抓回来 那如果你要改成 避开第一个还记得吧 这个写法的话 你就要改成什么 for i in range 就是我那个range的话 就是要从哪一个呢 从第一个开始 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len 刮弧 然后就是那个 sp3这个 然后冒号 最后的话呢 就不是sp2 一样是sp3 中刮弧 里面就可以 i就可以了 这边也是一样 把它改成3 然后加一个中刮弧 这样的写法就是什么 用range的方式 刚刚是没有range 全部都抓回来 下面这种写法是避开 第0个 就是其实就第一个 OK 边index 为零 那一个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能不能避开 因为这两笔一样的 执行 你会发现哦 第一个就不见了 有没有 OK 所以我们要的结果 大概是长这样的 当然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你想说老师那如果我将来 我要换个区块 我要把它换哪一个呢 比如说我要换 刚刚是这个热门新闻 如果我今天要换下面这个区块呢 其实很简单 按右键检查一下 看一下它的class class这个 所以其实理论上 你应该可以把这个名称换掉 换成这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吧 OK 是这个区块 应该就可以抓到这里面的东西了 应该理论上 OK 比如说把这个DIV换掉 比如说要抓 不是热门新闻 我要抓下面区块的话 OK 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这个 我看第一个新闻是多益 对 没错 这个 所以其实同样的方法 你可以用一个区块 先find 然后再把里面的东西全部get回来 这个有点像缩小范围 缩小范围 在抓资料 保证成功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明清充 ���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可 好 杀 成功 我